2009年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那么今年最赚钱的综艺主持人名单也一一出炉 之前才说呢 要被这个陆媒封杀的吴宗宪 比起去年5800万元的收入 他今年几乎是涨了两倍以上 已经成了台湾主持界的第一名 胡瓜呢 他也因为手上多达五个节目 今年的收入也有一亿一千多万 本土天王吴宗宪去年真的是赚最多 台湾大陆两边捞钱 果然成为2009综艺主持人的收入排行榜第一名 大陆的两个节目加上15场活动 还有台湾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四个节目 用夺今年的捞进冠军 比起去年总额的5800万元 今年他预估一共进账了 一亿一千两百六十万 不过身为资深综艺主持咖的胡瓜 当然也不落人厚 今年收入一亿一千两百多万元 以差额四十万紧追在后 同样当然也是很赚啦 不过今年的主持界似乎有女人当道的趋势 风格犀利搞笑的小S 跟去年三千万元的收入相比 今年翻红两倍以上 横跨两岸三次的广告更是接个没完 不过比起这三位红韵当头的主持咖 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只能说你的感觉是没错的 伯父我不会给你女儿做朋友 其实艺能界还是不免受到不景气的影响 今年像丽金 孙国成 徐乃琳 还有张飞等综艺资深大哥 总收入都没有去年来得高 甚至有价差到一千万元以上 跌破大家的眼镜 不过尽管献哥今年吸金 1.12亿元拿下最高收入奖 但前阵子在传说 大陆广电总局下令 暂停使用台港主持人 看来明年主持界的收入 也许又会再度大洗牌 中天新闻 郑仁宗 张文书 台北报道